恒隆地产101,市值601亿元,上月28日宣布中绩,作收13.36元,较值前跌8.4% 母企恒隆集团010,市值184亿元,同时宣布中绩,作收13.54元,较值前跌6.5% 1.2022财年,12月年结,上半年,恒隆地产营收53.02亿元,案年升7%,顺利19.48亿元,案年跌13% 下跌主因是投资物业公运值降2.21亿元,而去年同期则为增值6.18亿元 全年盈利预测34亿元,EPS0.76元,跌12%,预测P17.6倍 恒隆集团持有恒隆地产59.37%,今年上半年盈利14.39亿元,案年跌5%,盈利中11.57亿元来自恒隆地产 全年盈利预测24亿元,EPS1.75元,跌7% 预测P7.7倍,较6年平均8.9倍,折让13% 较恒隆地产,折让56% 2. 恒隆地产今年预测PB0.42倍 恒隆集团今年预测PB0.19倍,较6年平均0.36倍,折让47% 较恒隆地产PB,折让55% 3. 恒隆地产全年每股派息预测维持于0.78元,股息率5.8厘 恒隆集团全年每股派息预测维持于0.86元,股息率6.3厘 较6年平均高出2.6厘,亦高于恒隆地产 4. 恒隆集团所持恒隆地产值357亿元 以教本身市值184亿元高出94% 5. 恒隆地产现价教历史高价低67% 恒隆集团现价教历史高价低75% 5. 恒隆集团大股东陈市家族频密增持 2020年底持38.82% 5.286亿股 今年6月底增至40.12% 5.463亿股 最高增持价19.97元 最低14.42元 恒隆集团教恒隆地产吸引 现价13.54元 已是2005年7月的残价 PB由0.19倍升上0.26倍 股价已有37%潜在升幅 中长线,憧憬重组 例如私有化或派发手上的恒隆地产股票 今年以来 信和置业 083 股价升18% 今年预测PB0.53倍 过去6年平均0.56倍 长实 001 升10% 今年预测PB0.51倍 过去6年平均0.65倍 新鸿基地产 016 跌4% 今年预测PB0.43倍 过去6年平均0.60倍 新世界发展 017 今年以来跌16% 今年预测PB0.29倍 低于大市值同业 逆教6年平均PB0.48倍 折让4成 博反弹 追落后 目标30.7元 6月高位 汇证 上月中 看33.3元 第一上海 上月尾 看40元